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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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要杀了你 想杀了我对吗 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江医卿 你不是说过你不准我了吗 你们杀了我的孩子 你要付出英勇的代价 孩子 孩子 我怀孕了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 前段时间的那场车祸 我的孩子已经没了 温亮 温亮说的是你抢了他的方向盘 那天是你发信息故意激怒的 温亮在车上做了手奖 就连车和司机都是他孤独 这些我手上都有证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啊 没有了孩子 他妈就能同意我们分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想让你别再控制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孩子了 温亮一直告诉我你们很快就分手了 我知道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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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快点温亮在打电话 电话里的内容是 下药 处理车之类的 如果是温亮和小米娜严手 那她就不用多自力去给我下药 难道 小米娜真的不知情 对不起 降一降 我不知道怎么去弥补 但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什么 我不祈求你原谅我 但我真的很抱歉 温亮做的 远远不止这些 被害的人也不止我一个 你如果真觉得对不起我 就帮我个忙 小总 这小总啊 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就先走了 小米娜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是不是江亦静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 小米娜 江亦静是来对付我们的 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要站在我这边 文亮 你是不是逗了公司的钱 江亦静说的 江亦静说的 江亦静说 公司每个季度都有亏损 就在前一阵子 你刚提了两百万出来 这 他跟你说这个干什么 看来是真的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整天要吃好他 穿好他 你有没有想过 我根本就负担不起 我能怎么办 怎么能说是为了我呢 文亮 江亦静可说了 要是你补不上亏空的这些钱 你可是要坐牢的 小米娜 你 你 你会帮我他对不对 你要让你爸爸先垫一下 我会还他的 别再骗我 江亦静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 就好自为之吧 小米娜 你不会不忘了对不对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拿了两百万 也是为了给你买车 为了娶你 你 你先起来 我会考虑的 这是江亦静给我的 你看一下吧 你说 擅长PUA的男人 是不是都喜欢搞下跪这一套啊 话说 你们女生真的会不打动吗 可能有些会吧 但这些容易下跪的人 只会做出更加没有底线的事情 不讲了 走 回去吃 好 脑胃口的人走了 真不愧是高才少 使不及得这么自信 你 江亦静 你是真想给老子送进监狱 这个 真 你 李雅 妈 你咋了 你咋了 跟妈说 怎么了 妈 没事 妈 你先在这儿 我去跟她谈谈 好 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你一定要这么做吗 静静 我求求你了 静静 别把钱的事说出去好吗 我 你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我 我能用公款 不也是为了能让你更好的生活 我呸 你是为了 给萧米兰买项链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知道我对你有亏 但是咱们现在 不是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去了 只要你别把事情说出去 下周我们就去登记结婚 好吗 登记 对啊 你不是一直都想结婚吗 跟我结婚 亮 你也配 儿子 妈刚才听见你们在说 钱什么事 到底是咋回事呀 跟妈说说 我弄用了公款 将印净准备收取证据 搞不好 搞不好我得坐牢 多少钱呀 五 五 五百万 五百万 妈 妈 妈 先坐 妈 妈 要不要我再去求求江一静啊 你们在一起七年呀 我想他也不会那么狠心吧 妈 妈 妈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麻吉田收拾物资收拾出来的 妈 不用去求江一静了 我想他办法了 可真是帮我拿着 想要一惊准了利难死我保险单 千万那就可不准了 可真是保住他啊 这些都是 小蓝 你这是干什么 静姐要车查公司账目 包括之前没有过状的流水也要交给她 抱歉啊 温总 我也不想人上官司 手机 多不手机 你们连老板都画了不听了吗 这 这怎么交还不接交还手机 温总 你以为现在还是你说的 多了算了 查 或者不查 你又有什么办法了 咱们继续 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要弄死你 钱和钱 我都能够 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话吧 静姐 还有这些 这些都是 静姐 这些都给你 嗯 你还要别的吗 进来 进来 小米拉 在搞什么 昨天晚上 我回去好好想了想 我 我觉得公司能用公款的问题 也有我的责任 而且我觉得 我爱上你了 这件事 我决定帮你 我也爱你啊 我就知道 只有你对我好 那你快去问问你爸 别问我爸了 他都快和我断绝关系了 而且 我接下来讲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玄武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嗯 都听明白了吧 你 你是说 江一静可以浑穿到你身上控制你 对 所以之前我才会做出那些奇怪的举动 这么说来 这么说来 小米拉这段时间确实很不对劲 江一静也怪怪的 这样 一切都说得通了 小米拉 我相信你 真的 嗯 原来之前那些事 都是江一静公主你做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对我的 对啊 他就是想报复 不然 我之前也不会经常跟你翻脸 还把公司弄得一团 这对我又没什么好处 之前我还以为我是人格分裂的 直到那个小王 不对 是一个大师 你还记得撤会那天吗 大师让我把江一静困在我的大脑里 我才确定了确有急事 难怪那天江一静突然就睡过去 原来不是妖娇太怪 小米拉 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的 但 这跟你帮我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说完吗 昨天我决定帮你之后 又去找了大师 大师他跟我说 他说 你可以再次把他困住 不是 江一静想穿越到我的体内 他需要在镜子面前产生愤怒的情绪 他以前已经中过一次招了 就不会中招第二次 那 大师又教了我一招 他说 我可以反向控制江一静 怎么样 厉害吧 太好了小米拉 玉谦你真的是我的幸运心 你这两天先准备准备 我 我也会去准备准备 等等 那我穿过去了 你让我做些什么 帮我取个东西 我就是想要你 帮我拿江一静的命 回来了 来吃饭吧 你做的 是啊 说起来 这么些年也从未给你做过饭 没想到做饭这么麻烦 文亮 公司的证据我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无论你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我要做的事 你怎么还急上了 我并没有想过要改变什么 我想开了 想开了 这些年 我做了太多的措施 我也不想狡辩 我只是想 尽可能地弥补一些罢了 来 你先坐吧 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是啊 我知道 所以 我也准备和你结束了 只剩在我坐楼的时候 让我没有牵挂 好咸啊 好咸啊 可能是因为 加了悔恨的泪水吧 好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出去 明天 再陪我看一次罗志好吗 放心 放心 等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结束了 我也不会再拖来一个 好 我答应你 先吃饭吧 好 这还是跟以前一样 几乎没什么变化 还记得 那个时候没什么钱 只能给你买一颗 这么小的酸剑 但是你从来都不嫌弃我 景色没变 但我和你 都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说起来 说起来 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男 这段感情变成这样 我也有责任 连我自己都不爱惜我自己 你又怎么会爱我 剑剑 你还爱我吗 让我再抱一会儿 江一静是以镜子做为明镜 大师说了 只要把这个交给他 我就可以反向控制他 好 还真是不一样吧 嗯 我们回不去了 不过 能看到你在纸上上发光发亮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以前的那个江一静又回来了 不是吗 无能了 你还有一丝人心 我准备好了 跟谁联系呢 这么着急啊 没谁 没有 这 这是哪儿啊 你 我是肖米拉 文亮 我们成功了 文亮 我们成功了 你真是肖米拉 什么啊 文亮 我帮你解脱 我帮你解脱 你竟然不信我 我这不是怕江一静在背后 搞什么动作吗 那你问个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的问题不就好了 咱们俩 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就这 前年的五月九号 行了吧 你真是肖米拉 这 这也太神奇了吧 那张一静的衣食去哪儿了 可能跟我原来一样 在身体里沉睡吧 你叫我帮你拿什么东西啊 我们速战速决吧 公司现在有五百万亏工 然后呢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昨天晚上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张江一静的意外保险 赔偿款正好是五百万 你 你不会是想 所以我今天挑了这个地方 小米拉 你只要假装失足坠楼就行 反正你的意识还可以回到身体了 是吗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 江一静一旦出了事 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 只有她出动去做 我才不经意间录下来 这样我才可以完全败到嫌疑 八亮 你好算计 这是谋杀 这样公司就活了 我们两个之间再也不会有江一静的阻碍 这样难道不好吗 文亮 我做不到 小米拉 你答应过来帮我的 你仰儿无心 你 你 你干什么 小米拉 江一静这两天就要提掉证据了 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文亮 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时间了 江一静今天必须死 他今天必须死 文亮 冷静点 没关系 反正我认识道上的人 只要有钱 他们就能帮我摆平 所以你杀掉我的孩子 也是道上朋友帮你摆平的吗 什么 文亮 你干什么 小米拉 你 你怎么会帮她 因为小米拉一开始帮的我 是我 这是什么 她偷了公司至少五百万 这里面就是证据 小米拉 小米拉 文亮也不是真的爱你 不过是爱你家的钱而已 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小米拉 我早就说过 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 都只是受害者而已 所以 你要帮我 我该怎么帮 你只需要 把我再收集证据 和我能控制你的事情 告诉文亮 你就告诉她 你已经有了反过来控制我的份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她永远都犯不了身 当然 如果她还残存了一次人性的话 我的计划就不会成 我 我只要像你说的这样做就可以了吗 对 你不是说过对不起我吗 就当是补偿 好 顺便让你看看 文亮究竟是什么人 笑 笑得再狡猬一些 来 说句话听听 这样吗 不对 这样吗 哪有这么夸张 好吗 静姐 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别这么说 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从小大家都宠着我 给我最好的 所以 我会很容易相信那些糖衣炮弹 我也没有比你好到哪里去啊 感情早就出现问题 还非要不撞 难强不慈心 没错 滴滴撞撞 酸甜苦辣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太不容易了 太多的诱惑 迷茫 伤害 死痛 所以 我们才要团结在一起啊 这里面记得 都是你跟文亮的事 你看了别生气啊 你说好不能生气的 五月十号温亮 你看就看吧 别念出来 对了 这个铜镜 你到时候记得交给温亮 为了防止温亮 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我会让公汉陪你一起去找我 好 等等 静姐 到那时候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你想到温亮 你居然是这种人 小米兰 我那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拨架一净 还不是因为你蠢 还有这面铜镜 它也不是什么围剑 它只是一个隐藏窃听器而已 你刚才说的话 已经全部被录下来了 公汉 还有那张巨额保单 也是假的 你也不想想 这么多年我为了你 我哪有钱给自己买什么巨额保险 怎么样啊 我的PS技术还不错吧 不过大哥你这心事真大呀 连宝丹专闻也不见别一项目 我 闻莲 其实事情不发展到这个地步 一切都还有余地 但是现在 巨额保险 加上谋杀未遂 你觉得你能看几天 我怎么会看着你这种人 闻莲 我现在想到你我就觉得恶心 是我自己做的吗 是你们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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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是你们逼我的 是你们逼我的 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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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你过来 温亮 你放开他 放开他 我什么都没了 拉一个垫背的也不错 温亮 你冷静一点 对 江一晴 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委屈你了 那就再委屈一下 陪我一起死吧 温亮 你别回来 温亮 你进去好好改造 出来以后 还是可以继续生活啊 继续生活 温亮 我什么都没了 我这么什么都没了 我哪什么生活 你妈呢 想想你妈吗 没有你她怎么办 你知道呢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 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 是我爸一个人扶养我长大 所以我 所以我发誓 不惜一切太强 要出婚人后地 但你还是成为了 自己最讨厌的人 姐姐 其实你这些年 真的对我挺好的 是我毁了我门 也毁了我自己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爱你 我爱你 温亮 江云静 我儿子呢 医生刚才来过了 说他只是撞到外墙 膝盖骨裂 没什么大碍 自我孽呀 我儿子 要不是认识你 他怎么会这么倒霉 都是你害的 我知道您一个人 把他拉扯大不容易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 养孩子 不是只有吃得好 成绩好就够了的 温亮从小没有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才会做了这么多荒唐的事情 你个生不出我儿子的东西 还来教训我 你还不知道吧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温亮害死的 什么 就是因为您说有孩子不能分手 温亮就亲手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您一直想让他成为你期望的那样 出人头地 就从来不告诉他怎么做是正确的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儿子是大老板 我儿子是上个名牌大学的 你 你胡说 妈 儿啊 妈 够了 你看看温亮现在的样子 如果您能在他成长路上多一些旨意 他怎么会变得偏执 变得如此自私 儿啊 都怪妈 都是妈不好 妈糊涂呀 好 姜姨姨 我能问你个事吗 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我选择了和你不同的路 大总 一切都结束了吧 也谢谢你啊 小米拉 你不怪我就好了 以后啊 长点心吧 对了 我爸跟我说 他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 让我继续雇佣你 怎么样 继续留下来 和我一起经营公司吧 你就不怕 我再浑穿到你身上 控制你的公司啊 说到这个 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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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一系列的心理治疗 非常的有效 在你创作的小说结尾 主角们也都找到了自己 其实 就是我瞎写的 怎么能说是瞎写呢 我提出了这个写作疗法 是基于人们会在创作的时候 表明自己的心声 这同时也是一种释放 我认为你和小说里的主角一样 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了出来 确实 我在写的过程中 心情好了很多 而且我觉得这本小说是真的很精彩 尤其是关于镜子的意向 看来你很擅长在生活中取材嘛 我觉得你能继续写下去 谢谢你 萧医生 那我先走了 等等 江小姐 我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下次能别把我写成反叛了吗 一定 一定 还有 就是在这本小说中的角色 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吗 我找回了自己 当我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时 才发现我恐惧的并不是镜子 而是我的心 感情的伤痛 让我有太多的假想题 对过往的迟念 让我始终深陷于他 而我现在终于明白 生活中不只有黑暗 人生的价值 也不仅依依附于爱情 当我放下执着 放过他人时 我就是自己的光 我已经准备好了 去迎接无数种的可能性 去迎接 我崭新的人生 你好 而且你 喝杯咖啡吗 月晚的星辰是我 心情绕入你的梦 我才会用你等待 城市的灯塔是你 找我去很远的地方 让孤独变得体面 远方的彩虹是你 你悬人了 你把平凡变成纯粹的感动 你让失落变得体面 你把时间身边 你把时间身边改写成沉默 我变得体面 你承起温柔的发 Zither Harp